不知道大家对于顺这个字怎么看 你觉得是家庭的和睦 还是事业上的顺利 或者友谊中的长存 我认为家才是一切的中心 还有你自己心中要有方向 这样所有的事情才能够顺顺利利的 小凤小时候觉得父亲就是个超人 在家中有电气坏掉的时候 在父亲的敲敲打打下 他们都会正常的运行 父亲还拥有着像哆啦A梦那样 其换口袋 伸出手就能变出各色各样的糖果 就好像没有他不能够解决的事情 就像超人一样保护着一家人 只要父亲在身旁 自己就什么都不怕了 好像就有着坚持的肩膀可以依靠 深远长久的母爱相比 父爱是隐形 明明很爱你却装作若无其事 明明很挂念着你 却只会在背后凝望着你的远去 明明很关心你 最后却只说一句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我在想父亲为什么会这么做 应该是父亲有自己的方向 他有爱的人 有需要他保护的人 就这样 父亲变成了无所不能人 收起了身上所有的缺点 成为了家人的铠甲 保护着我们 长大后才知道 那时候父亲哪怕再不顺利 工作上有再多的烦恼 也不会带到家中 把负能量带给爱的人 后来懂得其实超人也是人 皱纹也会在眼角 白发也会滋生 那坚实的胸膛随着岁月的打磨 也弯了下去 可是我们却不懂得观察 总是猛的一下才发现 父亲老了 刚好 现在发现还一切都不算晚 还来得及 不知道你听过一句话没有 你成功的速度 一定要超过父母老去的速度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挣钱 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对父母的关心 陪伴父母度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旅途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理由 结果父亲手中的责任 打发自己再不顺 也要让周围的人顺 因为他们需要你的肩膀来依靠 父亲用自己的肩膀 撑起了家庭 让我们能够顺利平稳的成长 用自己的行动换来我们的顺 让我们的家庭和睦 母亲开心 友情为和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行动 那就是做个有方向努力的人 顺与不顺取决在家庭 我们别在成功的同时 忘记了家庭的温暖 有家才有一切 家顺万事结顺 祝愿大家一切顺顺利利 和家欢乐